各位觀眾 歡迎晚上收看 今天的這個 Wordy Spring Championship Pre-Season 就是春季冠軍賽的季前賽 我是金主威利 我是賽品Top 我們 呃 在怎麼說呢 事情突然變得有點複雜 讓我來微微 到來今天這個狀況 今天這個狀況就是呢 隔壁 目前隔壁正在進行的是 今年韓國區的第一個Premiere級的賽事 GSL Super Tournament 的決賽 由Dark在隊上的是馬路 一個Bull 7 目前打的有點精彩 但是我們 但是呢我們這邊 又不得不 同一時間開始 因為我們已經約好了 我們今天要來播 這一場 Wordy Spring Championship Pre-Season的比賽 那昨天 我們Race一個人 扛完了整個轉播 今天呢就是我和Tab來接棒 接續喔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欸 這是幾強我想想想 12強 12強 12強打一半 所以預計今天應該會把剩下的另外一半給打完 那各位如果在畫面上看到已經很納悶 為什麼是這兩個人呢 這兩個人又不在賽程錶上面 沒有錯 這又是複雜的其中另外一個因子 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這個是Hest 到底是打哪來的 感覺像是 因為原本預定是Innovation打Q 我猜Innovation又不見了 他突然 又直接對這個比賽喊了個PP 搞不好他是看得馬路這個神操作看得非常入我 也說不定 可是看起來馬路是要下去睡覺了你知道嗎 要下去睡覺了嗎 這麼快就從來下去睡覺了 他看起來很像是要下去睡覺了 真的不苦難 各位如果想要看比賽 我們可以先去隔壁棚看一下 挺精彩的 雖然有機會 有一定的機會 在五分鐘之內就會結束 哈哈哈哈 對對對不好說不好說 哎呀 好那我們就兩邊同時看齁 所以有點忙 我們就當作在聊天 因為我自己也是先比較想看一下隔壁的狀況 請大家見諒一下 啊你說他隔壁這個況怎麼又這樣子 沒事啊 讓出去 我們等二攻二防 沒事沒事 好 我們另外一邊 這個Q對Zest 如果他是取代 如果我們的推論並沒有錯的話 取代Innovation的話 他會不會從12強開始打 所以這也可以說是12強的比賽 對上Q了 然後這Zest把他的飛機場演在外面 在地圖6點鐘的地方 非常神奇 沒有錯看到了 唉這個Q了 感覺現在是很強沒錯 但一直覺得他好像又少了點什麼東西 他就是還沒有頂到他的天花板 感覺很強 打的也是有聲有色 但是線下賽通常容易爆開 直接爆炸的那種 不開玩笑 強但是沒有到非常強 大概就是概念吧 真的有強 但是沒有到超級強 的感覺 媽 畢竟還是必須要有些成績來佐證自己 太神奇了吧這死神 這樣也可以嗎 這樣也學得到 太神奇了吧 可以耶 但是第一隻先知其實已經飛出去了 已經飛出去了 但是問題是 看到他家裡等一下 第一時間都會擺好 看到了吧 這有看到吧 有啊他這四角是有看到 但是他本人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你看 他的槍壁已經站好了 這現在有五隻槍 是可以屌手這隻先知的 絕對沒問題 主況我記得還有一台導彈車的樣子 沒有錯 來了 要消掃瞄嗎 唉 唉 唉 好啦 那交與不交 嗯 但他可能剛剛也沒有掃瞄 我看一下 對似乎 有啦剛剛有一把 但我覺得不交也還行啦 因為畢竟他其實也沒被戳到 也沒被戳到什麼東西 解釋了 對還能接受 隔壁 各位觀眾隔壁可以多看了好不好 一言不合就爆開 對對對大家可以多看幾場 哈哈哈哈 精彩的TPD 喔我剛剛突然想起來我要講什麼了 從RAZ的換成Innovation 非常棒的一點就是 我們可以不用看人類內戰 沒有錯 原本看到那個人類內戰 我都想說我先睡一覺等一下再來 沒錯沒錯 就少一個人類 首先RAZ來一個人扛Claim對TY 真是厲害 看一下Claim對TY 雖然好像打的其實也沒有到特別久 Claim最近是真的有一點實力啊 他在各大的線上賽上面其實表現的都還蠻好的 嗯 他在上個禮拜射上禮拜的NH區的ESO好像是冠軍吧 最後打贏我們的英雄槍兵Hero Marine 沒有錯啦 而且是在Hero Marine的主場對吧 對對對沒錯 這個ESO Open Cup 歐洲區 我們講隔壁的結果是一定不會爆雷的啊 因為隔壁是 因為艾菲卡應該是有一點延遲的 我們這邊應該是 我剛剛研究了一下大概20秒左右 我們這邊目前應該是沒延遲的 我們應該是5到10秒間 對對對 所以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會比你們稍微慢一點點啦 沒啥問題 我跟你講 有東西爆開了 有頭雷啊 死了7個 有頭雷哇 哇神爐尷尬 而且他還要衝瘋狂來守這一波 但是Q的其實也騷擾一下 這個雙線已經打到該有的一些成效 還把外面那個VS給拆了 而且現在 其實現在Q的打這個 打神族的時候 他其實中期一波 都打的還蠻好的 所以 就要看 因為ZESO前面這個 鳳凰他沒辦法拘除了 他還是要想辦法 去稍微去做一下控除啦 因為 等一下Q如果真的一波架到臉上來 他真的是會直接爆開 對 欸不是啊我突然想到 為什麼我會爆雷 啊我就看我自己中文台 再怎麼樣 我 讓你們聽到 我們再怎麼樣 都比你們慢啊 一定比你們慢啊 對嘛 我們也是 也是看FA卡 我們可不是去開什麼 Y什麼的群台 對不對 我們都是跟你們 看一樣的東西 來 喔欸這個槍斃很多欸 這個神奴真的要這樣扛喔 欸這個槍斃 他是不是站著就會贏啊 我給你講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人類就不能緊張 就是要站著嚕 有有有他完全沒有任何的動作 他就是站在那邊 打個針 輸出 該做的都做了 一波直接帶走 這邊 Q我對上ZESO比賽啊 雙方第一場 有Q我拿下 1-0 但是這個12強的比賽呢 是一個波5 我跟你講 絕對 這個絕對是 你人類有時候 看到這種局面很緊張 你會想甩槍 對不對 嗯 有時候不甩 有時候不甩槍 比你甩槍還要強 你看 對面有陀兵 真的啊 你就看那個兵 感覺就 感覺就不一定 打得贏你的 你有時候站著真的比較強 因為你站著輸出 才是最高的 嗯 真的 不是很奇怪欸 剛剛ZESO 這個交戰力點有點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兵是 站在 呃 站在下面跟人類打 欸 然後他上面還 急急忙忙拖三塊工兵上去圍 不過 其實他剛剛如果是 下面那一波 等上面那一波 可能是一起 一起刷出來同時 夾起來 或許還有一點點機會 欸 但第一時間他根本也沒夾 他第一時間其實根本不知道 人類是從哪個 他不太確定人類 到底從哪個方向 從進來 他還在走出去 看可不可以走 走到中間去抓人類 部隊還沒有 站好的一波 挺怪的 挺怪的 欸 雖然我 必須承認我真的沒有 很仔細在看 欸 因為隔壁 隔壁太精彩了 隔壁有點精彩 隔壁有點精彩 我一直以為 因為他們一直都沒有 跟我說今天到底是 什麼時候開始 然後我就 完全沒有任何的頭緒 然後PDR上也沒有任何的資料 所以我就只能憑空想像 然後 我的想像就是 他們應該會等 舒伯特特門打完 我們才會開始進行比賽 但我這一切都只只想像而已 哈哈哈哈 只只想像 哇D沒有在跟你管這些 什麼嘻嘻哈哈的啦 他覺得 他覺得他的賽事 肯定也是Premiere級的 你看這個參賽的名單 沒錯沒錯 他這個參賽的名單 跟那個 一級的賽事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差別 而且這個只是季前賽 你有看那個Main Even嗎 他們接下來要打那個春季冠軍賽 還沒 兇的 獎金很高是不是 獎金其實沒有到特別高 厲害的點在什麼 厲害的點在於這個 卡斯陣容的部分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把WCS翻到這個比賽上面 我跟你講 345678 八個韓國選手 Q,Innovation,Party,Regonacro,Solar,樹跟TRAP還有TY 這八個人 打一個循環賽 打一個循環賽? 打一個循環賽 打一個循環賽 那這個根本就是把GSL直接 直接翻到那邊去打 對對對 沒有GSL有沒有打循環賽啊 沒有他是用GSL套上 那個2016年台港澳的賽事 哈哈哈哈 是這樣子是不是 他是 我們今天走的是一個 中西合併 好像也不是中西 中韓合併 對不對 我們要有台灣的感覺 也要有那個國外的感覺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他是 他總共 他有個16強小組 剛剛說有八個是韓國的 然後有八個應該就是歐美 所以八個韓國人打一個循環賽 八個歐美人打一個循環賽 然後在最後去打那個Playoffs 有沒有聽起來蠻厲害的 我聽到這個賽程我只想到兩個字 我只想到兩個字 血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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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可以訂出這種賽程也是不簡單 不過老實講這也是他的工作 所以他 撥的時間越長對他來說其實是 其實我覺得是賺的啦 他真的是激情欸 我只能這樣講 對啊獎金是沒有變多啦 但對他來說是 對他來說 只要撥的時間越長 他賺的錢其實 還是會稍微多一點點啦 肯定是這樣子 肯定是這樣子 這就是他的工作 對不對 爽的也是觀眾 對不對 反正怎麼爽 而且其實現在 現在星凱的比賽就不多 所以他其實只要有獎金 不要太誇張 不要少的太誇張 其實大部分都願意打 有下去領500嗎 對啊 下去領500的也有願意打 開玩笑 有錢就好了好嗎 呵呵呵 也是啦 也是也是 你看打星凱的 你看打星凱的幾乎每個都這麼瘦 嗯 對啦 只有少數那個 背後的資金龐大的 看起來比較 看起來比較不一樣一點 對不對 資金龐大的 得比這個打決賽的 看起來 也是蠻厚重的 他也資金龐大 資金龐大 他拿這麼多 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頭銜 他當然資金龐大 當然是吃得比較好一點吧 可以可以可以 他資金龐大我可以理解 你看像 你看像那個 像 比如說Creator有沒有 呵呵呵 Creator就 就不太行 你知道嗎 但他也很瘦啊 他也沒有胖吧 沒有他就是很瘦啊 所以他沒 因為他打不出東西來 所以很瘦啊 喔 對 這麼一講好像也是 對 拿不出東西嗎 拿勒 拿到一半 這邊人類 是一個軍工廠 要來 配合這個醫療艇 打 騷擾 前線騷擾 而且一個火車跟 一隻死神 已經到神家門口了 看一下而已 偷偷看一下 那這者則是用他的VC開 VC閃現開 喔 這邊進來 看一下看一下 衝進去 衝力場 好吧 就有機會了 剛好注意力 是有反應的過來 那就沒機會囉 沒有看到 看到你開三礦而已 直接 限虧150 開瓦斯礦 可以 還行啦 反正那兩隻本來就是 那兩隻其實本來就是 要去 做偵查的 所以 理論上 那兩個有賺 有賺沒賺 那這個就不應該了 拜拜 超級被動 虧城智障 這已經 這一傳送掉 就是直接 直接碎死啊 我們可以直接準備下一場 不行啦 1-1 1-1 沒有問題 沒毛病 還只有一對槍兵出去 這個槍兵就是要來 偷你的弓兵 偷槍兵也可以 但是 在你到這邊加之前 這個追劣 可能就會讓你 非常的不舒服 看一下 這個Cure家的方法 來來來來 刁堡沒蓋起來 沒蓋起來 快快快 來一次 趁你 趁你 快拉快拉 我跟你講 還好這一把Cure的掠奪者出得很早 不然這真的是被甩成智障 真的真的 還有他掠奪者 來了這一對槍兵 來來來 有反應有反應 拿走拿走 一個立場 哎呀 啊 哎呀 要隔去哪裡 等一下 你先跟我說你想要把他隔到哪 沒有沒有沒有 他拖時間 等一下 來來來 要隔到哪 隔去哪裡 好 全球 甩 跟神豬 直接換 哎呀 還是被換了一隻 看一下雙方的損失 這個人類足足是損失了1075 只要是 只要是 前面那個拉 那一船醫療艇加兩顆雷 對 那一船醫療艇加兩顆雷 然後後續又再多送了 多送了一點槍兵 神豬基本上也沒試什麼東西阿 那個哨兵基本上也是可以不用試 多操作 再細膩一點 人家是大雞雞肯定是不夠細的好嗎 很粗是不是 人家什麼都很粗好嗎 開玩笑 大雞雞Zest Cube這邊再抽一船 我再次要來抽雷了 不過Zest的路燈點得很亮喔 又看到了 我們又要看到這一船不見了 追列刷好了 追列刷好了 刷了兩隻而已 沒有來了來了 兄弟來了 拿走拿走 好第一個沒炸出來 第二個炸有閃現 看來 可以 Cube也是一個非常細的人 還行啦 至少還好這一波有炸到一隻哨兵 不然又要虧了 他手中去點這個哨兵 右邊是不是有個什麼 又來又來又要兩顆 來來來來來 兩顆頭 這個是沒看到了 這是沒看到了 看一下這次的反應 有有有有 這應該有反應吧 慢了一點點 有他有反應 運氣不錯 這炸兩隻工兵 正面要來了 成功這邊要來了 男人這邊有看到嗎 哥哥好像沒反應 不能上喔 不能上喔 喔 近視野反應了 成什麼陣型 不太好 這個時空也很尷尬 換一個地方打 從這裡打就可以了吧 這個散光還在蓋 看起來這散光感覺要蓋不起來喔 冷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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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波又感覺沒了 他們是不是也在看隔壁阿 他們是不是邊打邊看阿 怎麼會這人靜這樣睡這麼久阿 我的天 他怪的欸 他那個 真的怪怪的欸 匪夷所思 我只能這樣講 匪夷所思 我們剛剛說的 都是很粗的 再頭兩隻 再頭兩顆 趕快拉 又是兩隻 兩隻兩隻上 好險 最後一刻 最後一刻那個 工兵又趕快拉回來 不然剛剛那一 左邊那一枕坨都要不見了 嗯 目前兩口咬著還算近喔 所以我這爆兵 有點猛阿 沒問題 接下來 因為Zest已經錯過剛剛那個 最佳的時機了 所以他現在要開始轉一些AOE單位了 不然他等一下這部隊 是打不太硬的那個 嗯 所以他下了這個聖堂文庫喔 白球或是閃電 哇這一波正面 人類的正面很硬喔 三礦不夠 還在頭 殺了五個 處理細節又沒有做好了 但是重點是Zest 是不是 他好笑已經跟在那個 人類部隊後面是不是 有有有有 他已經看到Q有出門了 所以 這一波 這一波很難 有點難打阿 因為那個掠奪其實有點多 但這邊繞一波狂戰士 還是自己後面 對沒錯 他繞了一波狂戰士喔 哇 Q有傷腦筋了 Q現在有傷腦筋 對主控人力來進家 多線爆炸 主力部隊這邊很遠阿 主力要回救欸我的天 哇哇哇哇哇 因為他家裡是 基本上完全沒有兵的 現在才剛從兵力走出來 他剛剛 他剛剛應該是 不小心拉回去了 因為這個你 不直接這邊頂 你是沒機會 你現在回救一定是直接爆開 你現在回救已經超級虧 會很智障 因為他在正面也不想打 他拉回來了 他回來了 完蛋了 他到底要去哪裡 不然工兵直接出去好了阿 往前衝好了 一起往前衝阿 一起往前衝好了 不是喔 16隻 而且你三礦這邊 這段時間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採集金礦了 我跟你講這一波 這一波這樣這邊鬧完 等一下 等一下Q這邊推過去 對面就已經一堆閃電了 這完全被登到 沒錯 閃電已經升到了一半 終於把三礦這礦這個解決了 但是主礦跟二礦這邊還有零星的 戰鬥單位 還在做騷擾 好 解決掉了 但是問題是接下來這個正面 他是不太可能打贏的 沒錯 這人境裡面是有閃電的阿 這個閃電出來 只要人類這邊沒有鬼子 基本上人類都不是 都不老假 想要靠純戰兵去躲那些閃電 有點太困難阿 那個閃電也是又大又遠阿 不開玩笑 沒錯沒錯 真的是又大又遠 好不好 來看一下 這邊這隻應該是可以 好好的來壓一壓 會不會黃金交叉好像看到 中間的小眼睛看到 看到Q在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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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地要不要電 能靜從側面電他 要不要電他 可以電了吧可以電嗎 上去直接點壓一體 來就是現在 一把兩把全中 全中了全中了 怎麼什麼都沒打 他們兵全部都不見了 融化啦Q了 這邊只能夠打出拒絕 由ZAS的搬回一城了 雙方戰爭了1比1 平手 這一場就只能說前期這個Q了 在那個 那一船頭雷完全沒有撞到 任何東西的情況底下 就有點尷尬 因為等於前面 基本上沒有任何手段去限制神主 神主就可以開心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隔壁棚3比3了 要3比3了 我看這個 等一下人家說你爆雷 不會啦 這個就是 這個局面來看就是3比3 這張圖 不是 以這張圖來說 這張圖 如果人類輸蟲族 那絕對是那個人類的問題 我也是這麼認為 這張圖人類 這張圖人類就很難輸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 你礦一開始 你可以 可以考慮看你是要往下開 還是往上去 其實就人類的開局 就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然後再加上有那個黃金礦 那個黃金礦 人類如果三礦 直接頂在那個前面 其實 充足 一個是充足不好充 再來就是 那個地方其實 接兵接很快 很不舒服 沒錯 所以充足 基本上這張圖 應該是能ban就ban 不要浪費 我感覺得出來啦 我感覺得出來好不好 不要 不要浪費心力 去打這張糞圖 你知道嗎 這張圖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Giniers做出來的地圖 嘿嘿嘿 跟我說要 跟我說要做那個 全地圖都是黃金礦的 大概是一樣的概念 沒有那麼誇張啦 他只是有點 別出心裁對不對 什麼有點別出心裁 就是 就是超級糞好嗎 他讓你上面一條路 下面一條路 中間一個黃金礦之牆 外隔開來 對不對 你挖 把那個金礦挖一挖 你的部隊還可以走過去 這張圖真的 我真的不行 厲害 厲害 這張圖 打一打就想睡覺了 就想睡覺了 就想要把遊戲刪掉了 你知道嗎 我沒有看過周冒洛這個地圖 傳進去 你看這馬路加里還有防守 很難哪 真的很難 我來跟大家講 我在這張地圖的小故事好了 好 那張地圖 我曾經有一次 我就很天真的認為 欸這個人類 他又沒有挖我 後面 我後面的金礦又沒有挖開 他要怎麼走上來 然後覺得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怎樣 他丟了三個礦羅 在那邊把我的金礦挖開 他好想的差不多 這是真滴落字 我就想說 大家都想看這種東西 大家想看 哇你又丟了礦羅拉 把那個障礙物給挖開 哇 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 他媽的 我就想說就沒事情啊 沒事 我沒挖開 阿你部隊走那裡 到底有什麼用 就突然看到天降 就直接把我開 就直接開了 而且還是很開的那種 不開玩笑 很開是誰啊 他礦羅下來 不只能挖一個嗎 沒有 他丟很多個阿 所以是很開 他丟很多個直接挖回去 直接把所有的洞 全部挖開 真的是有夠幾百 你看 這個馬路卡在這個黃金礦後面 還可以打這個基底 這遊戲到底要怎麼玩 門你開啟 門你開啟 而且我記得他們雙方的最後一張是 慘吧 完蛋了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如果沒記錯的話 慘老實講阿 還比 真的是比這張黃金之搶好打多 好 這邊畫面先切來這個 由Zest對上Q 瓦迪春季冠軍賽季前賽的12強 雙方目前是贊成的1比1 在殘這張地圖上面 左下角呢是 我們DPG DPG的Q 紅色人類 右上角 藍色的 藍色的神族者是 就是RYE的ZEST XD XD 我們家是貓住者二 住者二 但是我現在沒有多餘的手去餵他 我跟你講 最近 最近 自從Innovation前陣子不知道打誰 打Super 吧 你說 SuperTermen嗎 對對對 他打了一個流程是 後期轉那個7倍爆掠奪者 那個 我跟你講 自從這個東西出現之後 只要你自認為是一個節奏不慢的人類 打那個東西 抽出根本換不一招 那個真的是有夠硬的 那個人類部隊怎麼滾都滾不完 掠奪者爸爸 我跟凱文留很認真的研究了那個東西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滾它 聽起來就很有趣 我發現馬路這幾把 他打完都會去吹他的耳機 吹他耳機是不是 有人可以就是 因為那個阿 他用他耳朵散熱所以裡面累積熱氣 所以他的那個 要稍微拿下來然後吹一下 然後把那個熱氣跟濕氣把它吹掉 是這樣子是不是 沒有錯就是這樣子 耳機散熱耳機散熱 耳機散熱我的天 好這邊來看一下Cure 這裡一樣是個死神開 好往前去看一下ZES的家裡面 另外一邊則是 沒有VC開了VC開了 正搶的目光一會喔 對 教室來改一下 沒有問題阿 我真的覺得這幾機的地圖真的長得非常的可愛 我們現在就要徵求廣大的地圖製作者 準備做一些 準備做一些比較平衡一點的地圖 平衡他們就會覺得太太老套了 太正統太正規了 我大概 我有去稍微研究一下他們這個 製圖大賽的他們的一個模式 他們就是會有分 分三種不一樣類型的地圖吧 一種是比較偏 比較偏小 比較偏進攻型的地圖 然後一種是就是正規 標準的 標準的地圖 然後另外一種是營運型的地圖 比較大 礦比較多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要去投稿 這樣子 那現在要黃金之強咧 黃金之強是偏營運的圖嗎 偏營運的圖 偏營運的圖是不是 感覺啦 我不知道 我要去看一下上機的比賽結果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那個 無法接受 有購入的地方地 大家可以去TL打內 看一下歷年的制圖大賽 到底是怎麼選出來這些圖 而且 順帶一提 對不對 這Wordy呢 也是會去 呃 和TL打內合作 來辦一些這個 對 地圖測試的比賽 所以在這地圖上到 上架到 天梯地圖之前呢 也是有一個比賽 而且是歐美選手 或是一些韓國選手 會去幫你試驗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他們 到底是什麼BOSS 大概是這個概念 而且他們應該是不太能夠BAN圖 真的是 有夠分的 你知道嗎 呵呵呵 歐哈娜無常 我跟你講 自從 自從有一張地圖叫什麼 木板小路之戰 這一張地圖出現之後 我就 對這個遊戲的地圖 已經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 欸 木板小路之戰 也是留了很多名局啊 對不對 就是 我 明燈的名啊 明圖出名局 明圖 明圖 明圖都是明燈的 明燈的一個名啊 是明燈 贏的都可以打成輸的 輸的就贏了 莫名其妙要架在一個鬼地方 就會看到什麼 喔 蓋個BS 然後把誰卡在那裡 什麼之類的 還是 第二個東西 把又一個部隊 站在那邊 卡一格 真的是 Genius 欸那個神主好像有什麼東西切到 喔 原來是一隻幻象的先知 會怕嗎 會怕嗎 好像沒什麼感覺欸 Cure一點感覺都沒有 Cure一點感覺都沒有欸 沒有啦 因為 因為他剛剛其實這邊開到閃墜啦 所以這個先知一定是 一定是在開開玩笑的 一定是假的 也是 欸還是我們比賽打那個啊 嗯 打那個 我們 早一天來辦一個那個 梅家鎮怎麼樣 梅家鎮 對對對 我們 來考驗一下你的電腦 哈哈 我的電腦是真的不太好 那個 我們來打那個 我們來打那個 梅家鎮3v3 我的天啊 梅家鎮3v3 然後 一天晚上 一天晚上打出冠軍 怎麼樣 不要 不要搞自己啊 為什麼要做死呢 欸欸欸欸 進身啦 死了兩隻哨兵 我後拉我後拉 不朽還站著不朽還站著 兩隻哨兵就可以走了 兩隻哨兵就可以走了 另外一邊的 一船空頭 剛剛看到那應該是幾隻槍兵吧 應該是被點掉了 對 直接被點掉了 是雷還是槍兵 好像是雷的樣子 呃 是雷嗎 好像是雷 應該是 反正就有一船大概12點鐘被點掉了 所以這兩邊 呃 Cure應該算送比較大 他只點兩隻哨兵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玩那個梅家鎮 絕對會讓你 對這個遊戲產生出全新的理解 不開玩笑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 我不要啊 我為什麼要 自己虐自己呢 欸你看對面 隔壁是慘 我這個記憶力 突然又變好一點點了 第七章 可以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不可以選一些比較合理正常的地圖啊 這地圖真的是 喔 受不了 欸你放在上面想幹嘛想幹嘛 就蹦 欸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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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放手 放手 拉走 拉走 8個 鑽 1 鑽 天 這個也是Ginius欸 丟 丟那個上面 啊 運氣也是不錯啊 剛好最後一秒沒被打掉 這邊再繼續蹭 好不好 我強烈建議這個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隔壁的 我怎麼聽到有人recall的東西 recall的什麼 我剛剛有聽到recall的聲音 強烈建議各位可以去隔壁看一下 3比3 強行BOW1 來甩一下 欸 要直接上去喔 你真的把人在當送到 他衝狂還沒好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但他已經沒有衝狂了 等一下 有兩隻不羞 還有兩個電池 好好好 人在這邊要小心 要訓一下 阿神他沒有人機可以操作 因為這個隻不羞倒了 生一隻不羞 他只生一隻不羞 欸 追出去了 追出去了 再往回拉 再往回拉 這邊還有不羞 還有不羞 怎麼樣 這裡只要有不羞 都還有機會 但是Cure的第二波兵要接上來了 接上來的話 現在人類只有一攻的喔 電子波兵消耗火 消耗火了 拉開拉開 炸了一隻狂戰士 沒有炸成功 沒有炸成功 後面兵接起來啦 Cure快接快接 神族的一攻一棒 還要再等一下下 欸 我覺得可以繼續在這邊耗阿 那個 他沒有鬼雷了 狂戰士一多還是很難處理 這邊Z有個小眼睛喔 已經看到Cure準備換個地方打了 他應該不敢丟吧 應該只是來這邊分點壓力給你 比你分兵一下 當然這裡還有一隻小眼睛阿 對阿 我就沒看到這一隻喔 他在上面抓了一隻 但是這一隻卻沒有抓到 這邊你敢上去 看一下而已吧 看一下而已吧 看一下而已 沒事沒事 完蛋 內蛇找蟹了 這個 這個 沒辦法 他有點緊張 我記得之前不是有一個一直可以忍的 上次補比賽不是有一個忍著很能忍的那個嗎 有有有有 我想一下 團想不起來 團想不起來到底是誰很能忍阿 那個立場都不丟了 我們是波什麼 我們波什麼來的 完蛋了我也想不起來 完蛋了 我們上次波什麼 吃了限時嗎 不重要 阿 這是炭基阿 喔 對不對 他是什麼東西沒有弄出來 那個 那個 他的立場一直沒有弄出來阿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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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場很能忍對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就是立場的極端 一個很能忍 他一個太早洩 一個早洩天堂 這個略奪者也太多了吧 他人口拉的超快 他已經拉到181塊滿人口了 我的天阿 太誇張了吧 這個暴兵 然後他剛剛終於把這個路中間的那個 小兵器給抓掉了 然後他就是一直在這邊走來走去 來阿 給壓力阿 給壓力 然後 在這裡 留了一批狂戰士到去我的三礦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部隊 有有有有有有有 很多很多 沒事沒事 這裡沒事 工兵稍微拉一下 好 怕不拉 也可以 工兵剩太多了 送你一點 送你一點 這一樣可以少一個小眼睛的 我的天阿 OB 快逃阿 出去了可以 安全安全 神豬要來直接求戰嗎 有電有電 快逃阿 好麻好麻 好麻喔 全部都變電殘了 全部都變電殘了 但是這個人鏡也差點爆 神豬現在沒有閃電 看一下有沒有閃電 沒有閃電 現在沒有閃電了 我現在有個大膽的想法 要不要把那個人鏡跟他左上角 掛的那個人鏡稍微交換一下 唉唷 對不對那個左上角是蠻血的 這個很危險阿 這個就一下都不見了 他沒有想那麼多阿 我覺得他肯定沒有想那麼多 來這邊那個人類的生化部隊喔 經過這個醫療體的加血 等一下就會跟全新的一樣 全新的一樣 看等一下Q要怎麼樣做發揮 跟全新的一樣 等一下閃電電下去 又要全身馬了 又又對 又走不動了 再死了 背面一傳冷靜 其實Q的部隊沒有走太出去阿 來防守這個後面的話 就沒什麼問題 可以掛在這個邊邊 還是要進竹礦直接刷起來 好像不太能掛 有圍巾 都來要不要Recall了 因為圍巾要來囉 可以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圍巾要來囉 他現在掛在那邊 喔Recall 那個左下角那個 就擋住那個左下角了 嗯 小地圖直接擋住 根本看不到他Recall 沒錯 尷尬那個要轉動視角 但我不太想轉 有時候轉一轉會卡住你知道嗎 對 轉了就轉過回去 很危險 大家千萬要非常小心 哇這個內蛇是怎樣阿 四個VR 喔 完蛋 應該還有吧 還有電吧 我看一下還有電嗎 沒有電 沒有電 沒有高階聖堂了 全部是烈光球 但是還有那個 還有烈光球 你講烈光球打這種 打這種 一大坨的部隊更好用喔 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正面 EMP上去 全部打下去 欸少打兩發欸 沒關係沒關係 這立場先切好是怎樣 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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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又來了 另外一公電 跳走跳走 家裡面 人類還在續冰 喔 這個山況可能 等一下還會被操 但是正面沒辦法解決 互相傷害 烈光球 烈光球 還有很多烈光球現在 雷斯很忙 烈起來 再拉走 Cue這邊 家裡面的部隊應該可以走出來 來解決 這部署人士 應該沒什麼問題 後面還在 哇很多烈光球喔 有散有散 有反應 沒問題 這個很危險喔 這個很危險喔 欸 追劣 追劣 不要送 現在很尷尬 還在球 還在球 還有一顆球 剩的很開 都沒有炸到阿 我的天阿 欸欸欸欸 喔 這個有多一點 還有一顆 還有一顆 這難道才 難道Q的才是真正的躲避球王 欸 有 這個 躲球躲得如此的精湛 不行啦 神豬 這個圍巾打烈光球也是超級快的 後面的布就接上來 巨箱還在出 但是不會再給你任何機會了 這邊是Aest 值得大出了 結局 恭喜Q了 再拿下一分 2比1 率先在這個波舞系列戰上面 要取得一個聽牌的優勢 啊 我怎麼覺得有人要涼涼了 有一個看起來很涼欸 怎麼會這樣 有有有 我感覺到了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大家不妨這個時候呢 就點這個 點擊這個聊天室的網址 要一起加入我們的 直播行列 另外一邊的直播 我們先來看一下隔壁的狀況 哎呀 這地圖真的太智障了啦 這個地圖 你看 人類從他的二礦走到蟲族的四礦是多麼的近 他只要從那個血坡那個布巾再降下來然後走過去 這個距離不開玩笑 超級近的 開心嗎 以前的地圖都是那種五礦六礦可能才會稍微近一點點 但現在四礦就很近就很難打 然後再加上那個 然後再加上又有一些 這種地圖 你近就算了 他還有地形可以利用 真的不知道這遊戲要怎麼play你知道嗎 真的耶 真的蠻近 真的偏舒服 這遊戲要怎麼回事 剛剛那一場其實也是Q在前面 前中期有用一個鬼雷炸掉一點東西啦 為他取得了一點小小的優勢 在後面的話就是散電 主要還是他給的壓力夠啦 因為你看他 雖然他一直沒有去直接打跟Rex的交戰 但其實他一直在 在Rex的家裡附近一直在游走 其實那時候 正常來講如果神族 神族那個 神族 在那個時間點如果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他四礦其實會早一點 那就是因為你在那邊一直到 所以今天Rex這邊根本不敢開四礦 他就感覺你是不是真的要來幹我 然後再加上第一時間 Cure家裡其實被空頭也沒有到 被鬧到太多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這樣累積起來 Rex的後續真的是有點被拖到太多的東西 他真的是在那邊繞了很久耶 最久的那種 然後神族基本上出不了門了 完全沒有任何想法 你知道發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嗎 Dark的三本跟狗池都不見了 沒有錯啊 主攻被清空空了 這兩個人 天 好 完蛋了 Parting也不見了 Parting也睡著了是不是 對 他說他在看 他看Parting的好友 他在看replay已經看兩小時了 可是 可是 跟Parting有什麼關係嗎 不是要繼續 沒有他要先Call Parting 他說要準備囉 因為下一場是那個 Parting打雷諾 對不對 對 跟他講可以Standby了 還是我們從頭到尾都播錯比賽這樣子 從頭到尾都播錯比賽 尷尬 好痛苦啊 這遊戲要怎麼玩 不然這樣子啊 我偷偷看一下隔壁台的狀況 你偷偷轉播一下是不是 偷偷看一下我到底沒有播錯東西 大家可以在這中間先 稍作休息一下 來欣賞我們精采的 Super特勒文 我看這個Duck 也是頭很頭啊 他現在只有60龍啊 等於是73龍在跟他換啊 我發現我們真的播錯比賽了 真的嗎 對 難怪這個怪怪的你知道嗎 播錯比賽了 有這種事情 真的是太警察太刺激了 沒關係 大家不要慌 不要慌是不是 所以下一場是誰打誰 我看一下我馬上為各位看一下 呵呵 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是不是 沒錯我還真沒搞懂 好 好啦我們先恭喜 我們先恭喜 4比3 拿下這次GSL Super Tournament的冠軍 他們說你在爆雷 這個局面 這個局面 衝足要怎麼贏啊 呵呵 我就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他任何贏的可能性 好 impossible 所以這個是什麼比賽 這個叫做 Wordy Rail the Invitational 2 所以呢 所以 所以有點尷尬 我們播了一個 連自己都不知道 是什麼樣子空的比賽 所以說我們先下跪道歉 呵呵 先下跪道歉 不是啦 喔 因為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看錯嗎 因為 我就去看一下這個 那個 Spring Championship Pre-Season 的 公告文 他是這麼說的 他是說 Play-Off就是這兩天 昨天Race就是播第一天 沒有錯吧 第二天就是 表定是 今天的晚上紀念開始 所以我當然理所當然會以為 今天就是播 今天就是播另外一半啊 對不對 沒有錯吧 阿達會 阿達會不會等一下 這邊打完 打幾場之後 然後又跑過去播那個 嘿 非常有可能 媽 他的那個比賽連發 7點8點9點 喔沒有欸 今天要把這個播完欸 今天四個人 雙敗淘汰 播這個播完 所以是哪四個 Zest Q Q PARTY Skale Skale 我們恭喜 我們還是先恭喜 馬路拿下 枯萎19的冠軍 是真的蠻枯萎19的 各位觀眾拜託 原諒我 我真的 我真的沒搞懂 你 哎呀 好悶啊 哎呀 被逆轉啊 3比1 欸是3比1對不對 對對對 3比1被 到打打到變 10比3 好悶啊 我記得馬路好像沒有拿過 Super Tournament的冠軍欸 應該是應該是沒有吧 我來看一下 因為我記得 哦 他還被那個彩蛋嚇到 笑死了 呵呵呵 真的欸被嚇到欸 他彈起來欸 開玩笑欸 直接往後動 現場欸 你看因為 疫情的關係也沒有 也沒有觀眾 Super Tournament 對啊 Super Tournament找我就掛了 而且我記得 有兩次都是遇到 States 合理啊 而且他都是那種 上一季 就是Super Tournament前面嘛 都會是GSO 照理來說都會是GSO的COLS 打完然後 馬路就會拿一個冠軍 然後大家就覺得 哇馬路跟鬼一樣 欸 打Super Tournament要來統治世界了 然後他就會16強第一個先走 而且他都是第一場比賽 因為他拿了冠軍 他的總職位就是 Super Tournament的第一個match 哎呀 難道這就是無敵的泰倫嗎 是的 沒有 主要是 其實我覺得人類也沒改什麼東西 但最主要我覺得還是因為 地圖的關係喔 這地圖的關係 讓人類有蠻多可以發揮的空間喔 嗯 像這種Bossier的比賽 有一些地圖 我自己是覺得真的有點 平衡性有點問題阿 已經 是有點誇張的那種感覺了 都BAN掉嗎 所以 你Bossier要BAN個毛線 哈哈哈哈 他就只能先選 他想要打的 他 前面第一張選那個 Everdream嘛 獨切術蟲嗎 沒有啦 獨切術蟲是馬路選 我們說 Dark Dark的第一張 他有個永恆之夢阿 永恆之夢 永恆之夢 永恆之夢就是這一季地圖 相對來說 稍稍 稍稍 平衡一點的地圖 但 但他還是人類太大 至少長得沒那麼智障 你是這樣子講的對不對 對啊 至少長起來沒有那麼智障 這倒是真的 好啦 我幫各位更新加賽程表好不好 我們今天是播這個 不要再搞錯了 好不好 OK 這個叫做 Wordy Railed Imitational 2 OK 那今天的選手呢 有 Cure跟 Zest 好 那剛剛其實已經打完了 因為我以為是 Bow 5嘛 所以 但是 這個四強的話 是只是Bow 3而已 所以剛剛Cure是2比1拿下 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那另外一邊 等一下 我們parting對上 Scalade 目前正在地圖的競選中 待會應該就會馬上開始了 我們今天呢 應該是會順利的把 這一個四人的雙敗淘汰給播完 順利的話會把這個播完 那 昨天 Race播到一半 Spring Championship Pre-Season的話 應該會在 擇日再進行 這邊跟各位觀眾 致歉一下 致歉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中間也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等這個parting稍微洗八臉 看來他剛剛是看RP 看到睡著了 我等他 洗八臉 醒來之後呢 我們來進行雙方的 下半部的mage 帶回來